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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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差不多时间 今天再拍片 精神状态还差点 如果有看上一段影片 最近我遇到一些小意外,炒單車 真的無謀之災, 心想不到 休息了幾天, 身體精神好很多 但那些嚴重刮傷的手 腳就不要拍了 仍然有待復原 HELLO 大家好, 今晚我努力嘗試再拍一段影片 為什麼呢, 我都覺得不想停太多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這個視頻讀白頻道 如果你有看上一段影片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這個視頻讀白頻道 如果你有看上一段影片的話, 知道我有發生了一宗小意外 OK, 炒單車 情況不算嚴重 今天照X光, 牙齒應該是醫生說沒事 沒有再約醫生, 看神經科 今天看了牙科, 照X光 醫生說我的牙齒沒事 現在只是幸好沒有腫得很嚴重 現在只是幸好沒有腫得很嚴重 接著呢, 我會 看看有沒有 皮膚科還是神經科 會看看我這些神經的反應差了 醫生說可能神經線有問題 Anyway, 我會再跟進一下 最令我傷心的就是 我近期相當喜歡的 X2, 一撞就崩了 雖然角子崩了少少 但問題是 心裏都不是未宜 而仍然在檢查性能 有沒有損壞 有時間再試 今晚說些什麼 在這兩天休息 我就嘗試 找到一些 Gmail 有什麼郵件未處理 很奇怪 被我發現 有一個攝影網友 發給我的一個問題 一個互動的對答 居然放了兩年 他沒有再回答我 其實他問我問題 我就連續回答了幾個答案 我也很認真回答他 結果呢 他消失得無影無蹤 原來在兩年之間 我已經是兩次追蹤 看他有沒有進展 那麼多人呢 我找到這個帖 我就連續再傳一封信 E-mail給他 我看他有沒有再進展 沒有的話 我就close file 算數了 不再問了 現在大家的畫面 就看到這封信 我放了在這裏 超過兩年 沒有跟進的一個 網友的問題 我當時是 跟他應該是 互動中的 結果呢 原來兩年都放了在這裏 是沒有進展的 我很奇怪 就看看這個是 為什麼這樣 我也是立刻 我也是立刻 發了信給他 再回多次 信給他 做一個 反正的 結果 請 Pacquette 請進 請看 泡 ジ action 請 詞 請 詞 這個話題我兩年來都沒有刻意避免在Youtube公開講 甚至Facebook也不再講這個話題 我上課會有講的 我有課程出來講這件事 為什麼我不再講呢 因為兩年前我見到有人在網上 在Youtube上寫一個關於這個話題的帖文 當然我們對視頻的認識 我一看就知道他出了毛病 有個行家出過片 黑氣地更正 結果他受到很嚴重的攻擊 我自己也不謹慎 在我的Youtube社群上留了個言 看到有些錯得比較嚴重 有行家被更正的姿勢 結果被人嚴重攻擊 在這個狀態之下 我是不是不應該再講呢 我只是出這個姿勢 我沒有講任何話都沒有開名 結果我也是被人嚴重攻擊 我覺得這是什麼 禁區呢 竟然是有人由於自己錯了 就不想別人再講這個話題 用盡方法所禁止別人發聲 當然我也是一個不喜歡爭拗的人 結果我這兩年都沒有怎樣就這個話題去講 當然這些關於Iso 我會基本講 但就這個嚴重錯誤 我是沒有講到的 雖然期間有很多網友 在Youtube社群留言 希望我解釋 不是解釋 希望我講解 我不要太好解釋 不關我的事 希望我做個專業的講解 給大家知道 但我都儘量避免 為什麼呢 因為我私下回答他們 今天我要分享的這個對話 我覺得是相當精彩的 假如大家對Iso 對雜訊 對Dynamic Range 這一連串的話題 有興趣的話 今天這條影片 你可以看下去 因為沒有辦法 我休息了兩天 精神狀態 也是未進入狀態 但由於這個對話 我覺得是相當重要的 我本來是一些舊的話題 我想刪除了一些信 所以見到他沒有進展的話 我覺得應該可以跟大家講 大家在畫面看到 這個網友 他自稱是一個初學者 一個初歌 一個初階的用家 但他那些問題 其實相當專業的 相當專業的 甚至他起了一條標題 叫ISO對雜訊和DR的影響 簡直是一篇專業文章的標題 我就著這個標題的話 我覺得可以寫一篇文章 結果他來的信 就是一篇專業的文章 所以我根本不相信 他是什麼初歌 他可不思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